走进活动中心旁的小菜园 这一盆盆长得漂亮的九层塔 地瓜叶 甚至还有百香果 都是李明西新照料的成果 中和区建合里里长江小沛表示 从他上任以来 积极在里内推动绿美化 打造可食地景以及樱花像 是今年再度拿下五星里环境认证的关键 本里这一次获得五星的殊荣 其中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本里的环境绿美化 本里环境绿美化在连城路二六三项 是一个城市樱花大道 每年的二月会有盛开88株的樱花 欢迎各位乡亲来现场参与赏花 然后我们也建造一个可食地景 可食地景也开辟一个果园让李明来任养 这个同时也要透过各位李明跟自义工的一同来维护 从民国105年到107年 建合里已经连续三年荣获五星里环境认证 不论是绿美化还是资源回收 甚至是每天早晨的社区清扫工作 以及守望相助队夜间巡视 全部都仰赖李内数十位志工伙伴的无私奉献 自从105年到107年荣获三次的五星级认证 在这五星级的认证过程中呢 要特别感谢本礼的自义工 以及各位李明 共同协助打扫社区的环境 让我们的环境更美丽更美好 进而能够获得我们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这个殊荣 旅长江小沛分享心路历程时说 从新北市改制后 任职两届将近八年的时间 都相当用心理政 很感谢李明志工伙伴们的热情相陪与大力帮忙 这一次的选举同时也是他这八年来的成绩检视 希望乡亲好朋友们能够再次给予机会支持连任 中家新闻朱允嘉综合报导